在过年期间 尤其在初五 又有着很多的庙 去做国运签的抽签 严教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在彰化的清水盐 他也是一间 已经快要300年的古老的庙宇 他们所抽出来的 很抱歉是一个胸签 那尤其在最开始直接讲到 这龙虎的香蕉在门前 此事必定两相连 万金忽然变成铁 那其实这句话 这两句话让大家特别有感 就龙虎香蕉在门前 万金忽然变成铁 庙方人员的说法是 有这种龙争虎斗的冲突会展开 那他的解读是认为 是不是因为朝野之间 甚至神明希望朝野的和谐的旨意 已经非常明确了 只有合作相忍卫国 才能够创造机会 可里面讲的冲突纷争不断 我反而想的会不会得拉大一点 看是两岸关系有可能在内呢 首先我对台湾 我觉得今年 我不晓得是不是过去如此 就是好像签的 就是公布的这个庙宇 比以前要多了 对 我忽然觉得 以前可能我比较知道是南昆森 对吧 我们都觉得就是 以前好像就南昆森是签运的霸权 现在忽然这个签运民主化了 就是很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那当然 我觉得签运他们 大家谈的都是 常常是和两岸关系 确实是有关系 那过去你也看 如果说有各种这种 什么推背图也好 烧饼歌也好 都是谈这些 我与国之间的问题 对于未来 那我们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是套出于 刚才前面我们讨论题目 我们要跟对岸 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对话 那大家都会觉得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今天 民进党是因为惧怕而不谈判 那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 不要因为惧怕就不谈判了 那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到最后是 因为惧怕而被迫谈判 那我觉得这个不好 你就是要敢谈嘛 因为你对自己很有信心 可是现在给我的感觉 好像包括我们这个旅游业的 这种团这个限制也好 好像就是我不跟对岸去接触 我可以保持得最好 那问题是你这样子不接触 下一代年轻的人 跟对岸的接触越来越少 会有第一个是误解 误判 就是完全不太清楚 我觉得人接触以后 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感情 那如果我们今天完全不接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所以当初我们讲说两岸之间的贸易 这个到这个程度有相互依存 这个是过去大家长期讲的一个 当一个经济互相依赖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发生战争 那我们可是我们台湾好像 一直要切割 一直要切割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你那个心态上面 就是其实是经济的互动 是可以减少 双方在政治上面的冲突 或者说因为有经济上面的矛盾 而必须让你要去谈判 那就更可以化解一些冲突 那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这些牵可能讲的 都是我们这个执政的一个 比较狭隘的或者是一个鸵鸟心态 就是我不去跟对岸谈 然后把对岸妖魔化之后 我只要赢得这边的选票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 你再继续这样弄下去 到最后真的危险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你也没办法处理的了 我们也感谢一下我们的网友 陈灿耀教授的等类 他说民主签运最厉害就是1000个表 而绿媒真的很强大 自从教改之后 一句话都可以有各种解释的方式 刚刚教授一开口 我们就有网友在里面回说 不只是现在解签的庙越来越多 抽签的庙越来越多 民调公司也越来越多了 汉廷请教一下 另外一间庙是台南的 这个鹿儿门天后宫 他们也在昨天 抱歉又是另外一间庙 他们也抽四季签啦 那只是比较遗憾的也是 这四季当中 几乎我记得是春秋冬都是中夏签 那夏稍微好一点点是中签 但也没多好啦 那讲的话也一样哦 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清水岩寺 的第一句话 蛮相近的 就是说到了秋天会因为龙虎相争 运势也不好 那冬季呢就成果平平啦 可是也许年底可能会有转变 那庙方人员也有解读嘛 他说这个签呢 和四年前其实有点类似 那四年前什么样的时间 就是大选结束后 那可是因为为什么这个签显得比较不好 就不止选完之后政局纷乱以外 也遇到了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整体来说当时跟现在看起来 都不是太好的签 越来越多的所谓国运签 有几个共识 第一个就目前为止 还没看到所谓的上上签 对吧 就看了这么多 基本上你没看到哪一家寺庙 来告诉你说今年的运势叫做上上签 但是第二个 我们也绝对不是说 我们要畅衰民进党或畅衰执政党 还是有一些他可能解签解得比较没道理 或者有一些他的这个庙方人员 不怎么公正 还是要来客观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就是这个清水延寺的龙虎交汇 那这一间寺庙我们当然要先看 虽然他今年讲说你看这个民进党 这个一定是遇得很不好啦 或执政党很不好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他的这个庙方人员解签 解得怪怪的 让我怀疑庙方人员应该有立场上的问题 你说朝野对不对 对 因为他告诉大家 国会三党不过半 所以斗来斗去 因此神明要大家 朝野要和解 那请问怎么叫做和解呢 就是国会全部都听赖清德的话 国会全部都去听 那个民进党行政院长的话 就叫做朝野和解了 所以当然这个他讲话 本身可能有些立场的问题 什么叫做三党不过半 所以叫做斗来斗去 大家就不好 那大家都不斗是怎样 就是完全都听赖清德一党独大 完全都听赖清德说了算 还是干脆他就鼓励民进党全部放弃 然后行政院长提名国运党的人 是这个样子吗 不知道 而且最关键就是这间寺庙 它今年的国运签准不准 就有没有所谓的启发性 我们当然要见古之今 看一下这间寺庙 它以前的签怎么样 所以比如说清水岩寺 我就查了它在2021年 当年是如何呢 就是疫情大爆发三级警戒死伤无数 但是当年清水岩寺所抽出来的签 庙方人员的解释叫做 今年顺利没有大灾恶 一切平安 今年有转机 铁也化成金 所以说这个人员 我不是说庙 我说这个人员 他可能抽的形式有问题 他可能遗鬼有问题 2021年叫做 今年顺利没有大灾恶 一切平安 有可信度吗 有可信度吗 虽然他今年解的签是说 你看这个民进党一片乱啊 这个一片不好啊 好像是唱衰民进党 但我们这个解签 我们还是要很公正的 我们还是要有一套仪轨的 有一套科学检验的 就是看你过去解的怎么样 所以就算这一间签呢 今年很多人都用它来骂民进党 但我也不要用这一间签师来骂民进党 为什么呢 因为有别的更准的来骂民进党骂得更准 就是目前在全台湾当中 能够所谓的国运签最神准最精准的呢 我个人 旁边我们都要上字幕啊 叫民俗说法 不可尽兴 好 民俗说法 我觉得佑琪你刚刚拆那个妙方的台 我可能会在你的眼睛这边再像一个 就是来宾的发言 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都不苛责 我们都不是去说神明的问题 我们都是说 他是不是遗鬼有出问题 或者他可能乱解 对吧 那怎么会解什么 朝野不过半 国会三党不过半 那唯一真正要推崇了 我们下面字幕已经上 民间习俗请勿进行是什么呢 唯一推崇南昆生戴天府 2015年预测五折天坐天的 而且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2021年疫情大爆发 南昆生戴天府抽到的是什么签 他叫做君字于胸 大家有没有印象 君字于胸 而且他就说 凡事情看月中旬 就是在年中的时候 胸是自然化成己 所以南昆生戴天府 在2021年年初的国运签 就清楚了告诉大家 年中会有大凶事 目前我们回头来看 精准的不得了 如果我们再看2022年 南昆生戴天府 抽到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有贵人到家堂 大家记不记得 那首诗什么 贵人是谁呢 贵人就是所谓的 裴洛西啊 裴洛西来到台湾 然后当时的签叫做 观音大士收服大鹏鸟 当时大家讲说什么呢 大鹏鸟就是美国啊 所以是不是大陆一来就干嘛 就把海峡中线给拿走了 所以当时叫做大难或患不相同 失踪有云 就民进党觉得 你看裴洛西来才是好事啊 可是实际上我们海峡中线被收走了 所以大难或患不相同 因此我们再看到南昆生戴天府 今年所抽到的 这才是神准当中的神准 就是所谓的李世民游地府 那当然庙方人员必须要给名将面子 因为每一次抽出来 这几年好像都不是很好 甚至有的时候呢就下下签啊 还有一些穿着附会 硬要讲成是什么上上签 以前真的发生过 大概2018年的时候 抽到了一支下下签 然后民进党就有一些人在讲说 哎呀这个其实叫上上签啊 结果呢2019年的时候 然后就根本就抽不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你说都说嘛 怎么你就别抽啦 就是我每次说瞎瞎签 然后你能不能乱解 乱解都不给你抽啦 好当然这个是个人评断 个人评断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南昆生戴天府 讲的就是非常的清楚啦 对吧 就叫不需作福不需求 用尽心机总未休 阳事不知阴间事 官法如炉不自由 如果我们去看下面细项的每一个 那都不是好事啊 都不是好事 就什么公民也没有啦 然后这个什么求财也没有啦 然后呢反正各种 问什么东西呢 通通都是平平 就告诉你啥呢 已经注定好了 就阳事不知阴间事 就我们平常老百姓 哪里知道有一些事情 早就已经注定好了呢 就今年的这个大运 就有些通常都是坏事 一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已经注定好的 而且是人家已经在谈判好的 那根据中华民国或目前根据台湾 那什么事情是台湾人不知道 但是可能人家已经谈好 你唯一能够解释到的 那当然就是中美两大强权 已经有形成相当的交易 或者是赖清德可能重点520的就职演说之后 会发生什么大事 所以你如果再去结合其他所有公庙的签 都告诉你什么 都是说哎呀这个什么 这个通常也不是很好啦 然后未来就会变得比较好啦 对吧 那这个所谓的未来就是 大概年底的时候才会变好 那不就表示上半年的这些期间 甚至呢就是在520的这个期间 那可能都不是有太好的一些状况嘛 所以今年呢 如果我们根据南昆生代天府 比较具有权威性的 然后呢在过去也都是比较准的 大概今年就不会是一个太好的一年 发展也不会是太好的一年 而且很多事情都已经 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注定好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